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谁 只剩芝士 那纸盒加芝士又怎么收费 照价收费 只是不除走什么也好 千万别留下策不付钱 我说走什么也好 最重要是别不召变 好了 真的加我的食材 而且不會那麼乾 如果媽媽要買這種木耳回家 那你會怎樣 我要叫她不要買 小朋友,你真聰明 這隻其實是黑森木耳 最近內地揭發有厄清的奸商 為了令木耳更重 竟然加了隨時吃怪人的化學物質 流酸味下去 全民還誇到會一斤變三斤和 賺盡消費者的血汗錢 為了求證這個說法 我們就嘗試做這個黑森木耳 首先,我們將40克的流酸味 放入200毫升的水 溶完之後 就將四隻木耳放進去浸半小時 讓木耳慢慢吸收水裡的流酸味 然後再拿它們出來 放進焗爐裡,控制乾身 出來,立即比較到 浸過流酸味的明顯是白了 但我們只有一個半小時快乾 相信家商一定做得更加不留痕 然後再看完,是否真的有重度 教授,現在的結果是怎樣 現在我們的磅 就看到它大概5.62克左右 比剛才4.74克 多了大概五分之一的重量 雖然沒有一斤變三斤那麼誇張 但這些流酸味令它重了20% 真的不開玩笑 其實流酸味是甚麼呢 是我們平時用來做肥料 它有利於我們醃綠素的製造 如果我們不吃了肚子會怎樣 主要有可能會有少少肚瀉或肚痛 大量來說可能會脫水 市民如果買了木耳 不知道有沒有加到料 那又應該怎樣處理 最基本就像洗菜一樣 先浸一下它 因為這隻流酸味是溶在水裡 你浸它10分鐘左右 應該大量溶在我們的清水裡 然後你再緊張一點 你就拿鹽去搓一下它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弄走了 說起吃東西 美國環保組織公佈2017年 最髒的蔬果盆榜 士多啤梨的禪戀冠軍 準則是據它們的濃藥殘留度 是的,我也經常覺得 士多啤梨好像洗得不乾淨 洗得不乾淨 好像還有些汁汁汁走出來 是的,專家說 吃士多啤梨不要用水洗 因為水洗也不清 是用水浸泡幾分鐘會比較好 是的,東西真的不要亂吃 尤其有人逼你吃野生的草 那又是甚麼玩法 面貼地,背脊頂花盆都未夠 訓練營涉嫌苛刻對待學生事件 越揭越黑 中小學生都齊齊受苦 這些苦頭可以到甚麼程度呢 就算是小學生 他們的床單摺得不整齊 就被人丟掉了書包 另外有同學說過 有一個是爬木佛的比賽 因為他爬得不夠用力 就被人摺頭下水 甚至乎是用船長大力去拍打他的大腿 那部分 有些同學是被人被迫剃頭明智 但其實有很多同學是不呈現 他們受到群眾的壓力之下 而被迫剃頭 那些教練是用一些冷水去淋人的頭 其他在照片中的學生都表現得很驚慌 甚至乎是有位教練去強敏一個男學生 當時是中一的訓練營 我的學校 有些還躺在地上臨雨當懲罰 有家長還投訴女女因為叫錯口號 而被罰不准休息和喝水 最後要偷偷去洗手間喝水喉水解渴 這麼痛苦 是不是每個訓練營都是這樣呢 Eric 一般的訓練營是會怎樣進行訓練的呢 我們不會用一些懲罰 又或者一些漫罵的方式去教導我們的學生 第二樣就是我們會給參加者一些選擇 包括就是去面對不同的挑戰的時間 其實他們有權選擇參與還是不參與 訓練營說就說要令到學生面對逆境 但是照大家所見 這些方法是否真的可以達到目的呢 如果我用一個暴力的方式去告訴你 你不應該用暴力的 我用一個很侮辱很粗口爛字的方式 去告訴你 你不應該用這種這麼無文化的方式對人 其實那個人會收到甚麼訊息呢 人是很有趣的 我肯定相信我看到感受到那套 就不會相信你口說我耳朵聽到那套 專家還說這些方法 隨時會令到學生留下心理陰影 會否在他們心理上會造成更多的陰影 如果純粹是你覺得 你當我奴隸那樣去折磨 自然而那個陰影確實存在 這個年輕人 其實他去這個訓練營 不是完全他自己舉手的 但是去到呢 第一,如果我會覺得是 原來媽媽送我去死的 原來學校做這樣的東西我享受的 老師如果在場,他見死不救的 那個信任就可能會崩潰 今天我們都聯絡過保良局 這件事他們都在開會 有消息的話就會通知我們再跟進 我們一定會等你們的消息 Edward,我知道你很喜歡日本 你有沒有想到三月櫻花高峰期去看看櫻花 櫻花有點遠,機票也有點貴 如果要上花,其實香港到處都木棉花 不太差,挺好的 是,另外我也有報導說 就是這個週末 就是這個黃花枫苓木的開花高峰期 南昌公園方面 就有近90坡這個黃花枫苓木 大家也可以去那裡拍照照打卡 其實打卡是好,拍照也好 都是減壓壓而已 說到減壓方面,以下這位天后 他有好計 那時候才正正,所以我就… 我都沒怎麼出街 很長時間也不能上班 你會覺得很無力感 還有有一種很恐怖的絕望 就是人應該…每天起床 你應該有一定的事情要做 你給自己很多任務要完成 但是… 那時候你會覺得所有事情都不重要 甚至是刷牙 即是可以七天不刷牙 或是在房間刷不到牙 因為不重要 你管我剛才的頭髮 總之我都不出街,都不見人 還有工作 一向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但那一刻也不重要的工作 沒有就由他沒有 生命也不重要,都是這樣做 不過我自己… 除了Sami,如小圈中人 都受過情緒病困擾 施海奇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 我看到所有人,我都很害怕 然後回到家,我就尖叫 我媽媽把我的長袖衣 放進短袖衣裡 我一看到,我就馬上… 即使現在回想起來,我也… 我感到很抱歉 因為我會罵我媽媽 責怪她等等 然後就跟她說 我不可以跟她一起住 然後她就自己搬出去住 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裡 但我也沒有理會 因為當時我覺得我是最慘的 回家會 至於張堅廷就飽受疑病症的折磨 以為自己患了柏金信證 我記得有時候去某個連鎖的快餐店 我托著一盆東西 去到半路突然… 她在前面,我現在這樣動 老婆說,我怎麼了?老公 我說,不是,老婆 我跟你做一下 翌日這個柏金信病人 就會突然這樣動 然後她坐下,嚇死我 她覺得很好笑 我說出來的,大家都很好笑 但當時是一個無助的病人 只可以這樣開解自己 除了Sami Sami和蛋哥 接下來會邀請多位 曾經受盡情緒問題困擾的嘉賓 參與心情約會 分享患病經歷 和走出谷底的方法 好像Sami 就試過用畫畫 來幫自己走出困局 很舒服的感覺 那幅畫看似是一個漩渦 但其實我覺得那些是我的情緒 和我的抑壓的情感 反而我真的覺得 有一種舒服了的感覺 我還記得那幅畫 後來送了給一個圈內人 現在好像很後悔,很想拿回 6號 我猜她已經扔掉了 那幅畫 如果扔掉了,我會很傷心 好,Sami有要求我馬上做事 訊息給6號 快點… 老奧明 鄭秀民之前是否送一幅畫給你 你找得到嗎? 你找不到大件事 八點前,東張西幕完結前 我再訊息給你,好嗎? 好,好 至於Sami和蛋哥主持的心情約會 就會今個星期六晚七點半首播 記住留意住,好 稍後回來繼續東張西幕 五顏六色,軟綿綿綿 這些洗衣球 五年間灼傷千多個美國小孩的眼睛 嚴重的更會致盲 洗衣球致盲危機,下一節東張西幕 回到東張西幕 現在說出街吃的碟頭飯 鹽分太高,即太鹹 但對你沒有影響 你乾炒牛河都可以走牛肉,對吧? 但我唯一是擔心自己太甜 我不想吃那麼多糖 所以我也很留意食物標籤的 那些糖、鹽的成分 但根據網上的術語 甜和鹹都是同出一切 但說過標籤你懂得看 好像那些四十克糖 即是多少茶匙,多少斤糖 我懂的,大概是兩三斤吧? 兩三,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都差很遠 其實有專家教我們量化的 就是除四,例如是四十克糖 即是除四等於十,是十茶匙的糖 是否很方便? 方便 就像現在的洗衣球一樣 很方便,一個就可以洗好整個衣服 但如果是擺放的話 就真的要小心點 看起來五顏綠色,摸起來軟面面 外表這麼吸引,是什麼? 是啫喱,吵吵架 你呢? 啫喱 有些小朋友看到這麼可愛 忍不住伸手拿來玩 小朋友當他吃得,大人又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是什麼? 啫喱,糖 洗衣液 沒錯,這些洗衣球 大約在2012年開始出現 用一個軟膠膜包著清潔劑 只要將一粒洗衣球放進洗衣機 就可以洗乾淨六公斤的衣襪 非常方便 不過方便背後懸愛暗藏危機 因為怕他們以為可以吃啫喱 挺遲 對,咬一咬也挺危險 如果這樣也有點危險 會這樣放出來 不小心掉了一粒在地上 又不知道他吃了會有危險 怕小朋友吃了就會吃 李國霍普金斯大學醫療團體發現 在2010至2015年間 有1200位三至四歲小童 因為洗衣球 要令眼部化學削傷 要入急症室求助 數字還每年上升 為什麼洗衣球 會這麼容易削傷小朋友的眼睛? 我們找來今年九歲的滴仔 做過測試 請他在安全裝置之後用力擠 準備好,3、2、1 小朋友一按下去 家窩裡面的洗衣液 立刻噴射而出 小朋友隨意一擠 都去到六呎那麼遠 不僅遠 洗衣液的噴射範圍更闊 前後左右都射到,隨時射中自己 試想想 如果小朋友和人玩洗衣球 一個不小心 洗衣液就很容易擠入對方 或者自己的眼睛 洗衣球的成分包括有 植鏈圓、基本黃酸鹽 還有月桂醇迷流酸指納等等 都是帶刺激性的簡性物質 如果進入了眼,可以有多嚴重呢? 說一些情況 小側會令整個角膜磨損 就會有大傷口 但不僅拍到角膜有傷口 還會令到周圍的細胞 這些邊緣細胞會影響 令它不再生了角膜 再嚴重的話 整個角膜是因為物質 會變成灰白色的情況 眼睛可以永久地失明 我們說即使在街上找到任何水 即使是乾淨也好 骯髒也好 都大量去洗它 最重要是洗完之後 都立刻盡快找醫生去看看 究竟那個眼睛去到什麼程度 因為很多時候 有這樣的意外的話 其實眼睛都需要一些藥物 和一些手術的方法去醫治 美國毒物控制中心聯合會的統計資料顯示 自2013年有紀錄開始 每年有超過一萬個五歲以下的兒童 不小心接觸到洗衣球裡面的化學物質 如果小朋友誤服或者接觸到這些化學物質 又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它這麼幸運接觸了下去 因為始終是一些化學物質 可能會有對皮膚的敏感 它可能會含氧、出紅塵 如果真的這麼幸運吃到肚子的時候 就更加要小心了 因為你吃下去的時候 有機會咬爆了包裝 或者經過胃的時候 可能胃液會溶解了薄膜 從而將毒素分解了 那時候就會將毒素身體吸收了 嚴重有機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這麼幸運吞了的時候 最好盡快去急症室求醫 是啫喱還是洗衣球 都真的物有相同 人也有相似,當然 看看這張照片 最近網上瘋傳說 昇爺有個私生寺 不是吧? 對 像肥仔聰所說的 報章雜誌說昇爺疑似很多女朋友 但沒說過她有私生寺 對,你看看像不像 好,看看她的樣子 對呀,也有眼耳口鼻 但輪廓方面不太會看 對呀 但不像樣子,又會看她的爸爸 對呀,我也說像特朗普 難道可以分她的身家嗎? 你除了亂說她的漢秘級 請你吃個早餐吧,是平價的 現在只不過是早上7時多 因為什麼事 這麼多人在這裡排隊? 我常看到的 這次是第幾次來的? 第一次 有什麼期望? 希望食物滿意 這麼早來到太古 原來是為了吃東西 還要任吃自助早餐 只是28元,加上茶錢 35元?有什麼吃? 原來全部都是素食 西式首選是有機菜炮製的 沙律煎蛋多士 中式還有炒麵、腸粉、番薯、炒菜 通粉、南瓜粥等等 看起來很浪費,但又很健康 價錢也不錯 對… 這個字是35元 對…可以吃到飽 只做早餐賣點 就是這些沒有激素的雞蛋 還可以DIY煎蛋 你可以在這裡煎蛋 可以放油就行 不用放油就行 好 你自己喜歡 或者做個心形,好嗎? 好…謝謝Jessica 不用,你試試吧 星形蛋、心形蛋,任君選擇 不過要給點耐性 有Jessica在旁邊協助 我用了大概三分鐘 就完成了這個心形蛋 我也是第一次做 我覺得挺成功的 我想可以下一年 情人節的時候送給我的甜蜜 是 任吃早餐 可以由七點半吃到十一點半 這麼多食物 會吃的當然是吃了 由上水居民自家農場運到的 無添加有機菜 先吃多些沙律菜 因為在外面買得比較貴 然後再吃些番薯 或者再吃些茶麵 餐廳由社會企業營運 收茶餐廳一個早餐的價錢 就讓你任吃,很虧客 但能否為本? 很坦白,如果大家知道 現在的價錢 就真的不會賺錢 但是我猜除了可以推廣素食早餐之外 你看看我們現場 也有很多象徵同事去上班 我想推廣就業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立刻嘗嘗沙律菜 我平時都很喜歡吃 這些有機的沙律菜 很新鮮 南瓜粥又如何? 很綿的粥,但不能吃得到南瓜味 這個早餐星期一至日都有 我們來這天是星期六 早上七點半開始入座 當時還不算人多 到八點多已經滿座 外面還有人籠 想吃真的要早點起床 香港的家長經常說 小朋友贏在起跑線 但如果知道外國的家長 是給什麼輸給小朋友看的話 就發現我們真的可能輸了 其實想贏在起跑 也望他他他日事業有成 起跑線和事業線是否應該掛勾 我不知道 但外國的家長 給什麼書給小朋友看 就是給什麼CSS for babies 什麼HTML for babies 寫應用程式的書 給小朋友看 什麼Baby 是Sanchelet baby 還是夏衛BB 我說Baby 爸爸也不會看 是,我也覺得是 其實只要一個人可以發揮所長 一定可以成為優秀青年 因為我家裡有球會 有人突然叫我進去玩 一玩就玩到現在 一個偶然機會 造就子盈至少對籃球的熱愛 十年籃球生涯 子盈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贏過不少獎項 子盈在籃球運動 和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現 令他在全港十八區眾多優秀候選人當中 脫穎而出 經兩輪嚴格面試之後 終於在今年優秀青年家許計劃中 榮獲優秀青年和閃耀成就獎 高級優秀青年獎及閃耀成就獎 是來自西部的陳子盈 子盈自小 不論在學業、體育或其他興趣方面 都會堅持,盡力做到最好 不過在中二的時候 就一度想過放棄籃球 是一次不小心流冰的時候 我就弄傷了 撕裂後十字印打 一休息就休息了一個球櫃 我記得回來的第一場是 看到身邊的人突然打得很好 而我因為太久沒有打球 就變成差距有點大 所以我第一場 我記得我打了半場之後 我就很害怕,我就哭了半場 就是哭了剩下半場 我想那天也是我怕打球 也有想過放棄 但最後因為教練一直鼓勵我 隊友又鼓勵我 我又繼續打下去 現在子盈在科大修讀機械工程 鋪動的她也有不少興趣 2010年加入香港航空青年團 更晉升為建築教官 2014年,考到籃球總會 初級籃球教練證書 上年11月,子盈在練習期間 同一部位再動受傷 右膝四條刃帶一起撕裂 兩次傷患,足以令人放棄籃球 不過子盈就有另一種樂觀的看法 受傷其實我還是覺得 是我們運動員學習的一個過程 你受傷其實…雖然你練不到球 但你可以練到其他東西 亦都可以用這些時間去做好其他東西 例如…可能是我這個舞蹈 我是一個學生 我利用了我弄了這段時間 讀好一些書 或者我玩了其他活動 對這一位充滿運動熱誠的學生 教練又認為她在籃球方面 有甚麼潛質呢? 很棒,她的尺寸 她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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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首席評審和大會主席 劉明偉對時下青年事務工作 都非常關注 我中心相信 香港每一個年輕人 有自己獨特的故事 有自己獨特可以發揮的特質 我們是要給多點時間 空間和機會 他們去發揮他們自己 上回講到 鄭壽文送過幅畫給六號明 不知道六號明能否找回呢? 很好,六號 她暫且放下不同的女朋友 放閃住 然後找到那幅畫 很明顯這張照片 六號明還視自己要養到那幅畫 不過不是說笑 其實我知道六號明 把那幅畫掛在廳裡 因為不用怕 SAMMY在大廳 對,不用怕 記得留意明晚 SAMMY的節目 7時半就會播出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街邊攤檔 竟然找人做妹? 假裝顧客買東西 而且還靜悄悄收錢 提防做妹檔 身體白酥酥 四肢護髒 還有黑眼圈和黑耳朵 紅貓黑白兩色 不是賣盲騙讚 背後大有原因 留意東張西網 還有,如果是見過 樊目二بة 紅貓 好,osta 五位 下巴 紅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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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貓